7月2日的時間,早上繼續跟大家去跟進這個關於周慧賢的懲殺案 在昨天的時間,7月1日,這宗懲殺案佔據了很多報紙媒體的篇幅 因為這宗案件相當之轟動,第一就是一位年輕的女孩 因為一些感情事而遇害,大家都很不想見到的事情 還要是身中30都相當兇殘 所以大家都很想去了解究竟這件事是有什麼原因,有什麼動機 甚至乎有些人抱著一些吃花生的心態 就是覺得這個女孩是做援交的,是雞來的 坦白說,撇除了她本身是不是做援交 但是仍然說過一句,就算她是援交,或者她做過援交 那是不是代表她男朋友就可以生氣,生氣到要殺她呢? 生氣固然是有一個權利,但並不代表可以懲罰一個人 這個其實往往整件事都是一個衝動的後果 好了,今集要說回就是,在這個昨天的時間 7月1號,這個YouTube channel 解密工作室,她收到 周慧賢的親友給了一條 閉路電視的影片給她 當中裡面有兩個很重要的片段 就是第一,這個姓盧的先生 她是如何自己進入這個愛海仲 然後搭電梯到周小姐的單位 然後第二條重要的影片 就是在這個大概下午4點41分 就是這個盧先生和周小姐 一併離開這個單位 然後搭電梯,去離開愛海仲 這樣 但是在翻查這個影片的時候 我發現有一個位置 是大家可能需要注意一下 因為基於這個解密工作室的尊重 那我就在她的影片裡面 我只是截圖,只是截圖 大家如果有興趣看回全片的話 可以去解密工作室的YouTube channel 然後看回那條影片 就會得到最相關的資訊 我先看 閉路電視的影片 大家會看到第一張照片我截的圖 就是這個盧先生 當電梯門一打開的時候 他是從螢光幕的右手邊 去進入的 OK 那大家會看到 然後呢 當盧先生進了升降機之後 這位周小姐 他是從螢光幕的左手邊進入 螢光幕的左手邊進入 你可以理解到 當時的情況 可能是可以有兩種 第一種的狀況 就是她兩個 是站得比較開的 因為一個站在右邊 一個站在左邊 但是 有另一個情況 就是可能 盧先生按電梯 周小姐鎖門 然後盧先生進入 然後周小姐也進入 這樣 這就是他們進入的過程 好了 然後進去沒多久 那個升降機 在下降的途中 盧先生 他有疑似 接觸 周小姐的手袋 當然 因為大家看到 這張照片 有被遮瑕的部分 其實看得不太清楚 但我肯定看到 盧先生的手 是意圖或企圖 捉向周小姐的手袋 但至於能不能碰到 和當時真實的對話是什麼 我們未必太清晰 首先第一 因為閉路電視 錄不到對話 其次就是 他這個觸碰 其實有什麼意思呢 究竟是提醒他 喂 三包的袋 還是說 袋裡有骯髒呢 我們也不會知道 但是 神奇的事情 就來了 好了 看到這張照片 在那條影片 如果大家有看到的時候 其實會看到 當他觸碰完這個手袋之後 周小姐 是有去檢查一下 他自己的手袋 例如是 包括他那個 鯉 因為他是揭蓋式的 他看一看 他那個 那塊鯉 這樣 然後呢 我們看到盧先生 其實他的頭部 是有輕微動動 口罩也有輕微動動 以及他的手 是有一些不自覺的小動作 所以其實呢 可以理解就是 其實 阿盧先生 他是在那段 搭電梯的時間 其實他是不停有說話的 但至於說什麼 我們不知道 好了 接著呢 在下一張照片 我們就會看到 周小姐 他拿出他的電話 然後在那裡按 根據資料顯示 周小姐 就是住25樓的 住25樓的時候 落到地面 其實坦白說 不是一段很長的時間 如果你從閉路電視 看到 一開始是16點40分52秒 然後呢 距離他出電梯的時間 就是16點41分30秒 整整是一分鐘的時間 一分鐘的時間 周小姐 都要拿電話出來 然後去按 其實不外乎兩個狀況 第一個狀況 就是他很忙 就是他很忙 到是呢 就是他電話可能 整天叮叮噹噹噹 很多訊息 很多 就是他可能要趁這個 空檔的時間 去回復一些訊息 但也有可能 第二個狀況就是 在一個狹窄的環境裡面 他跟盧先生一齊 他感到不安 所以他需要 去藉著其他的動作 去轉 去把他的專注力轉移 這個原理呢 其實跟大家都 會一樣的 其實如果大家 在一個很默默的電梯裡面 你會發覺很多人 其實他都很喜歡 看著上面的流程 是一路下 或者一路上 為什麼呢 其實都是一個專注力的轉移 因為很尷尬 沒有理由你眼望我眼 是不是 就是這樣的狀況 OK 所以我們看到 就是在一個這樣的狀況 這一分鐘裡面 發生了一些這樣的事情 但是最大的疑點 我看到現在坊間 沒有人去說的一件事情 就是 這裡就是最關鍵 當這個升降機 去到某一個樓層的時候 一打開門 我是會看到 有一個穿著黑色制服的女士 她就站在那裡 然後她身旁 也是有一些人 大家會理解到 自然就是等進升降機 OK 那好了 盧先生在升降機門一開的時候 他第一個反應 就是他想出去 但是當他踏出了一步之後 他好像覺得 不是 然後退後回回來 當他回回來的時候 他是曾經想再有按升降機的動作 但是問題就是 他按升降機 第一 我們看不到他按誰的樓層 但是第二 就是 之後 這個周小姐 他是 看到這樣的狀況 他是拖著盧先生出去 他拖著盧先生出去 換言之 他們是可能到達了一個 他們要到達的目的地 那不外乎 就是要是到了地上 要是到了平台 總而言之 就是他們 離開了的一個狀況 但是 這一點 就是神奇 奇在什麼呢 就是 好了 第一 阿盧先生 他知道與不知道 他到達目的地 這個狀況 是不是奇怪也好 但是 那個問題是 周小姐 他示意阿盧先生 走出這個升降機門 其實可以有 不同的方法 可以是他自己 一支箭衝出去 可以是他 用說話去示意阿盧先生 到了 是不是 但是他選擇了 直接拖著阿盧先生出去 是不是 喂 這個 其實 如果大家 你們再想回細心一層 回到最初的時間 阿盧先生 他仍然還有 可以入門口 那張卡 所以 為何第一條 閉路電視影片 他可以自己進去 自己上到 周小姐的單位 重點就變了 就是周小姐 願不願意開門 是不是 是不是 所以整件事的狀況 就是這樣 好了 接著 還有第二部 現在這個 周小姐拖阿盧先生 出升降機門 那 大家都理解到 如果看到一些相關的新聞 就是阿盧先生 就是他的前男友 但是你看到這一點 你會不禁有一個疑問 就是 究竟前男友這個身份 是發生這宗命案之前 是一個前男友 還是發生 做這件事之後 是變成一個前男友 是吧 喂 就是 這個 整個故事 整個脈絡 有些人呢 就 坊間就會在這裡說 就是說 甚至乎我看到有些觀眾留言 就是他就說 23歲女 是吧 可以自己搬出來住 然後三個禮拜 可以去美國 所謂的進修 三個禮拜 醫食住行洗肺 還有學費 很肯定有人包養 是吧 或者他很肯定出來做雞 老實說 這些話 我自己不能夠 是認同的 第一 就是 人已經過了身了 我覺得 起碼都要有一份 尊重 而那個尊重 其實是對你自己的尊重 因為這個是一個人的潛意識來的 你想不想你自己離世之後 是 也有機會去受到這些說話呢 所以 這個是一個對死者最基本的尊重 第二就是 他爸爸不可以有錢的 是吧 你想一下他23歲 當然他23歲都可以出來做 但是問題是 你猜他23歲的時候 在現今的這個社會世代 他的父親他的母親 如果能力許可的話 是不是都會幫他忙呢 是不是 即是不能夠用 大家太用自己的觀念 去假設代入了別人身上 是吧 23歲 你可以去旅行 你可以怎樣怎樣 你肯定是拋身出來做 其實很不合邏輯的 這個 這個 這個的說法 是吧 老實說 你不要看別人平時的相片 可能是會去 去展示他的身材 你就覺得他一定是 是出來做才行 就是 這個是不能夠 接受的 但是說回重點 就是 但是我們如果見到他整個流程 大家的body language 是這樣的時候 你不禁你就會反問 當時他們 是什麼關係呢 或者他們 仍然 是不是還有一些東西 其實是糾結著呢 第一 第一 盧先生 仍然是可以自己進來 第二 如果你當你說盧先生可以自己進來 是因為周小姐大頭蝦 他不記得取消了盧先生的卡 所以導致盧先生可以自己進來 的話 那你要看這條片 第二個動作就是 周小姐拖著他出去 我剛才也說過了 其實你要示意一個人去離開出去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有萬千種的方法 如果周小姐是真的很討厭 或者當盧先生已經是一個陌生人 純粹就是因為 叫他去還錢 或者盧先生示意說會還錢給他 而所以去找周小姐的話 周小姐 理論上是應該自己一支箭衝出去 跟著盧先生跟著他 但是沒有 另一個做法 如果大家仍然再見刑事朋友 再見刑事朋友 周小姐應該是用一個說話的形式 慢慢和盧先生一起走出去 或者也可以是周小姐先走 然後盧先生跟後 但是 你會見到 雖然我們看不到 但是大家都會想像到 就是用一個說話的形式 可以出得了 這樣之類的說話 然後大家出去 但是重點是 阿周小姐 她是用一個拖著盧先生的手法去出去 那所以 不禁這一幕 是會令人產生好奇的 那好了 再看另外一件事 在以下呢 我有一個很大膽的假設 6月28號 盧先生已經租了一間酒店房 OK 已經租了這間酒店房 如果 警方 可不可以再翻查 6月28號 阿周小姐有沒有離開過單位呢 盧先生有沒有找他呢 然後 6月28號 盧先生租了一間酒店房的時候 周小姐有沒有去過呢 蛤 因為周小姐是在6月29日去遇害的 去到那間酒店而遇害的 那整件事 究竟為何盧先生會早一天就預訂房呢 6月28號 盧先生他預訂房 他是自己一個人住呢 還是另有其人呢 還是跟周小姐 還是 甚至乎是其他女生呢 不知道啊 OK 即是有些事情 大家未必是想像中 自己就完全代了進去 一來就覺得女生不適合忍火自焚 甚至乎我見到一個觀眾他的說話 忍火自焚 但是可不可以是盧先生他有一些事情 是被人踢爆了 然後他老修成路 是吧 再去搞定啊 這個周小姐呢 這個是有些奇怪的 至於啦 好了 預訂房了 大家如果看新聞所說 就是 先是預訂了28號至29號的一天 然後呢 再逐租兩天 再逐租兩天 那就是其實呢 換言之 在這個可能29號的 朝早 或者下午的時間 其實 這個的 盧先生 已經處心積累 是要搞定周小姐的了 是吧 但是這個又回到第一點 就是 那他28號 究竟他已經租這間酒店 是為了些什麼呢 所以 其實 對於這個案件 這個事情 呢 仍然有很多一些 內容 是希望 警察方面 真的是一個細心調查 就是還回 一個公道 或者還回一個真相 給周小姐的家人 這個我覺得是很重要的 同時也是一個 就是參考給這麼多個香港人 就是凡是有這些這樣的感情事件 真的要小心處理 特別如果你是已經扔了鍋 無論你打算酷鍋 或者對方打算酷鍋都好 真的要有一個自知之明 是吧 或者呢就是要有一個危機管理 危機意識 如果不是呢 很容易就有一些 不愉快的事情會發生 當然是小則動手 大則就是動刀